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蛋炒饭 需要的食材有 米饭 鸡蛋 胡萝卜丁 黄瓜丁 将黄瓜和胡萝卜去皮 洗净 把黄瓜切丁 胡萝卜 碗中刻入两个鸡蛋 打散 加入一点点盐 继续搅拌 锅烧热 倒入油 我们先来炒鸡蛋 鸡蛋不用炒得太熟 一会儿在炒米饭的时候 蛋液的部分会包裹住米饭 这样使米饭的香味和蛋的香味融合得更好 胡萝卜丁要用热油炒一下 炒后的胡萝卜丁会更加的柔软 而且营养散发的更加充分 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到位了 我们开始炒米饭 油烧热后 先倒入米饭 翻炒 倒入炒好的胡萝卜丁 倒入炒好的鸡蛋 继续翻炒 加入黄瓜丁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盐 继续翻炒 加一小勺生抽酱油提鲜味 将黄瓜丁和酱油后 再翻炒十几秒钟就可以出锅了 蛋炒饭的神奇之处在于 炒鸡蛋的香味和米饭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格外的可口 清脆的黄瓜 配上微微发甜的胡萝卜 简单的食材 华丽的变身为人见人爱的美食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